試試看喔 所以契約講的就是他直接 X比Y會等於2比5 然後他就認為X可以帶2Y帶5進去 然後算出來一個結果 答案是8比-55 他直接代入 這樣可以嗎 答案有沒有問題 你要聽清楚我現在講的話 因為我現在講的話 跟待會最後我要交東西有關係 信願選擇是直接代入 直接代入會不會出現一些問題 我們最後再來看 但是至少這一題是OK的 好來掌聲鼓勵 好來掌聲鼓勵 所以你跟信願的做法其實也蠻像的 就是都代入 那如果是按照我講的 我剛剛是怎麼講的 我剛剛好像不是用代入的嗎 我剛剛是怎麼講的 我剛剛說如果-3X比5還是12比35的話 X比我等於幾比幾 要怎麼看 綠吳你知道嗎 我剛剛是怎麼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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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阿 你知道哪台下有沒有同學 因為你來那個 瑞鳥我剛剛是怎麼講的 把他們都變成1 把他們都變成1是第二個方法嗎 第一個方法要怎麼做 最小公倍數 最小公倍數 那都是先變成X比Y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要-3X比5Y 要直接變X比Y 要怎麼辦 然後就說 後面-3X比5Y 倒數 應該也不是倒數耶 應該是這兩行可以直接去有對照的關係吧 嗯 怎麼對照 直接出於他前面那個係數 直接怎樣 出於5Y 剛剛怎麼講的 你倒數好像幾下的阿 副3XX 要怎麼變成XX 除副3X 除副3X 所以後面也要除副3XX 可以嗎 其實 我比較希望你這樣子去講喔 當然前兩位同學 你用帶的那 這些題目沒問題 帶的一定會對 但是 還是要實在明白一下他的那個對比關係喔 可以吧 OK 好來 掌聲鼓勵 下一題 所以你看 他沒有直接找這個人都不對 他沒有直接找他喔 他是先把5X比8Y變成幾比幾 X比Y 那怎麼做的 怎麼變成X比Y的 所以他前面除於5 後面除於8 變成5比4 再來 倒數一點對前面 前面乘以3倍 所以5XX15 他說 不要啊 他前面卸彈 他過後面 的原因是 沒問題 有問題要說有問題不要遲遲的忘了他摔腳或是自所做 不會啦其實你們都不會不自所做 反正你們就是謝謝大家嘛不管有沒有問題 第四題 欲望 ded 遠悔 請 затем 入獄 椅吃 好 超辣 惹 好 好 阿 阿 應該都對吧